一个师兄去摄佛台后 感到菩萨的家持 他回家上乡 后身上突然很热很热 菩萨妈妈来了 菩萨妈妈一面告诉他几句话 师父父弟子读一下 您听听感恩师父 好孩子 你们左摄佛台的山水化 有阻挡不好气场的作用 左摄佛台最好用上山水化 装表墙壁 这样能阻挡不好的气场 让菩萨门的家更干净 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台 不但气场好 佛光普照 也让更多从此路过的大菩萨 以便稍作休息 今天佛陀从此路过 看到心灵法门的弟子 甚是法喜 随意开示几句 一切听好 佛陀对今天摄佛台的开示如下 今日我从此路过 一片佛光普照 我等被金光所信念过去 看到满眼金光闪耀 住族观看 原来是观音大事的弟子们 在上乡念佛 我深感心灵法门 在人间普渡众生 为了这些末法时期 受苦的众生 找到心灵家园 在天界 心灵法门是菩萨掌管 在人间是卢菩萨在弘扬 你们这些弟子 可要好好跟随卢菩萨修行 末法时期 你们自身业力矫重 经常经历考验 心灵法门是你们修行最快法门 也是考验最大的法门 不合格的弟子会一片片的掉队 去往西方极乐世界 我要的是一大批在人间 以达菩萨境界的弟子们 你们却要好好修行 广度有缘 我希望你们却要好好修行 广度有缘众生 我希望你们师父带回一大批菩萨回家 也不辜负如菩萨在人间受这些苦 感恩师父 弟子端了 很好啊 给师父很大的鼓励啊 师父特别发喜 因为佛陀讲的话 就是跟师父讲的一样啊 就是我就是要求你们啊 要征修实修 明白了吗 是的师父 您在弘扬的就是佛陀的佛法 走这样子的 行观世音普通的大批大批大批 走当年佛陀的路啊 走当年佛陀的路 一定要就是说 对了师父 您就是走 普通普通众生 因为我经常跟你们讲 你们在人间做的再好 哎呀 虚的假的了 那没有用的 最后上不去啊 师父那句话你要记住了 不争人间天下事啊 试看谁能天上行啊 对不对啊 你有本事走的时候 你到天上去 那你是真正的修出了 你在人间 在受人家恭敬 你心里另外想一套 你上不去的呀 明白了吗 对了 弟子师师都记得师父说的话 你在人间坐的八面玲珑 走的时候火葬场人 送你的人很多 但是你还是下去了 你在人间有修行 走的时候没人送你 最后人你回到了菩萨身边 这是在人间最大的修行 师父 对了 你把师父这句话记得这么做 说明你是个好孩子啊 非常好的孩子 是 是的 弟子一定就是跟着师父 好好的 这才像好弟子的 这才像好弟子的 明白了吗 把师父的话全部记住 好好的去度人 那就是好弟子 师父最开心 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都以师父您为榜样 这样是吧 师父 弟子就是这里边有几个问题 请师父您开始一下 感谢师父 蓝色山水化 有主改善风水 净化气场的作用 师父带来天气 或者有天界护法神 神仙 瑞兽进入呢 请师父开始 感谢师父 一般的像这种仙境的话 你就是有瑞兽进来 他也不会伤害你的 就是菩萨进来 这会保护你的 因为有这种 你不是单单看到的 这是一个山水化 就是背景那个化 这个背景话 我就跟你们说了 金光蝉蝉 像须弥山一样的 菩萨看到这个光环 他可以驻足休息 他觉得这是 就是一像一个 像我们说的一个 像一个 像一个大的 这个 那个hotel一样的 像个大酒店一样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师父 是的 因为看见过那种 像你师父说的 金光蝉蝉 师父 那就若是 这个多大的山水化 有作用呢 就是这个山水化 越大越好 其实是越大越大越好 其实你们都不知道 越大越好 你家里整个贴在墙上 那就真的 博光普照 哎呀 是吗 哎呀 感恩师父 师父今天 你又告诉我们这么多 师父 那他这个蓝色的山水化 贴在佛台的 哪个地方比较好呢 师父 蓝色的山水化 我们贴两边啊 贴在佛台的两边对吗 对啊 你太小的不好看了 就是说 或者就是阻挡气场 其实刚刚 佛陀路过的话 他并不是说 指的是山水化 他指的是那个背景化 你明白吗 啊 是的 他们设佛台 他们设佛台贴的是背景化 就是那个佛台的 专门的是背景化 明白吗 啊 对啊 对 啊 下一问题 师父 感恩师父 啊 开光的黄色佛台背景化 是不是经常有 有路过的大菩萨上去呢 师父 经常有 你只要干净 你只要如理如法 经常烧香 菩萨看见 一片金光灿灿 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你在烧香 他因为看到的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明白了吗 啊 是的 啊 是的 师父 因为你在梦里边告诉一个师兄 他要是说请了一个大的那个向炉吗 完了 那个师兄在梦里边就说 师父 我的菩萨有菩萨来吗 师父就说 你的菩萨不值得供的经典法门这些菩萨来啊 还有很多大菩萨来 真是像你说的这样 是啊 是啊 所以 师父讲的话 你们先要好好的执行 然后再理解 很多时候 我们再理解 很多人 不理解就不执行了 你就错过了这个机缘了 对不对啊 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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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感谢师父 下一问题 呃 观世音菩萨开始 我们心灵法门的国台 不但气场好 博光菩萨 也要能更多从此路过的大菩萨 以便稍作休息 啊 弟子请问师父 菩萨说 让更多菩萨从此路过 以便稍作休息 是什么概念呢 请师父开始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的 凡是在人间 到处都有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菩萨到了哪里 他都可以随喜赞叹 随喜赞助 就是支助别人 随喜去帮助别人 随喜去慈悲 不是给菩萨增加更多的能量吗 不是让菩萨能够修得更好吗 啊 啊 是的 是的 感恩师父开始 啊 师父 啊 佛卓开始 精明法门是你们修行最快的法门 也是考验最大的法门 不合格的弟子会一片片的掉落 请师父开始 一片片的掉队啊 现在我告诉你那些 啊 那些这个这个 啊 凡是不如理不如法的那些弟子不都原形暴露了 那个时候 啊 那个时候在那里 师父啊 我一闷津津啊 永远跟着师父啊 吹牛啊 撒谎 你到底说是谁在吹牛 谁在撒谎 谁在打妄语 你们都看见了吗 啊 看见了 他自己的誓言 他可以打破 你说这种是人不了 还想做菩萨 啊 对了 前假后望 这种人 做人都不行 啊 你你比方说你跟你 你就追求人家个女朋友 你说我永远爱你 你这还没打的 你你已经把人家女朋友甩了 你今天跟师父说我永远跟着师父好好修 我到一点都没有什么变换 你都变了 你说你是是一个说谎者妄语者 对不对啊 对了 是吧 你说的变 就这样 所以这种人一批批跑掉 你看看今来的现在越来越精英 所以心灵法门 我告诉你大浪逃杀 那种烂弟子 我是给过他机会的 他自己不好好进步 那么大浪逃杀 这个世界也是大浪逃杀的 明白了吗 啊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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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是说跟着师父的脚步 我们经受各种的考验 师父 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跟着师父 珍惜好好去修师父 对啊 要修出智慧出来 嗯 啊 是的 是的 师父 啊 师父最后一个吧 那个 啊 啊 啊 佛陀就是称观音大事 嗯 尊称啊 观音大事 对对对 观音菩萨真的 大慈大悲啊 真的是 可爱的不得了 啊 大慈 啊 大慈大悲啊 啊 大慈 观音大师们指的是天上的呀 天上的他们 很多菩萨都称为观音菩萨观音大事呀 我们庙里也有 叫称观音菩萨 观音大事的呀 也有的 嗯 啊 是这样的 嗯 那你只要 哦 你想想看为什么要叫大事了 那个菩萨有十个尊称 你在礼佛大慈悲分当中看见不了 啊 看到看到 看到哪里呀 啊 看到吗 如来 应供 正片之 明星族 善事事间解 无上事 为什么叫观音大事啊 就是无上事啊 明白了吗 是这样 啊 理解无上正的公觉 啊 好了 啊